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让卵巢得到充分的养分 里面的卵子就可以蓬勃的长大 那我们会定期的去做一些追踪的安排 所以大概就是打开始打针之后 大概10到12天 我们就可以去做所谓的取卵手术 取出来的卵子就教我们实验室的人员 去做一些培育 然后去做一些冷冻 那之后女生就其实已经没有事情了 她已经完成这次的疗程 所以整体的时间她大概只需要12到13天 同时这样子一个取卵 它虽然是一个手术 但它并不需要住院 也不需要说去做太多的一个担心 门诊就可以了 门诊手术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留下美好的经验 所以不需要因为疼痛而受到惊吓 所以我们就会类似做 无痛大肠筋量的静脉注射的一个麻醉方式 就是稍微就是睡着 睡一下 对 然后你睡着之后 我们就开始帮你去做一些准备 然后去做手术 那等到手术结束之后 我们的一些症犁药物就会停止施加 那客户就会醒过来 那之后就会到手术之后的观察室 去做恢复 那大概两个小时之后 评估没有问题 然后也不会头晕 大概就可以回家 手术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状况 包括第一个就是 回家之后可能会有一点微量的引导出血 因为毕竟我们的皮肤还是有一些 小的针的一个穿刺的一个伤口 那此外的话 可能腹部会有一点闷跟胀痛的感觉 那我们在取卵之后 可能会碰到一个风险 那当然包括说取完卵之后 可能在当天晚上 会有一点点阴导出血 那主要就是我们骨盆腔的一个伤口 那应该一天之内就会结束 是 第二个就是在于说 可能会下腹或有点微量的一个酸痛 很像是我们排卵期的疼痛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取得的卵子数目越多 可能疼痛的程度就会比较明显 但是大部分这样的疼痛 都可以藉由一些口服的止痛药物 试得到缓解 我想请问谢医师 在一次的取卵手术 最多可以拿到多少个卵子啊 以目前来讲 其实最多的话 我们的经验 我曾经碰过取到50个的 50个卵子以上的一个状况 那甚至我们诊所也有一个别的医生 也碰过取到60几个卵子 所以还是会回馈到说 跟本身女生的一个卵巢的一个储存力 还是有相关性 他其实不在乎他的年龄 有人即便到36、7岁 还是一样可以取到50到60个卵子 所以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那当然相对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如果今天取到的卵子数目越多 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担心说 会有一个所谓卵巢过度刺激的症候群 也就是说因为卵子 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身体会有所谓磁激素的分泌 磁激素的上升 以及另外会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比较松散 就有可能在打完破卵针之后 而产生了腹水 腹部位积水 可能会有一些腹胀 那可能甚至有的人会因为 血管里面的水分跑到腹腔去 而导致血液变得比较浓稠 其实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们在做跟客户的一些咨询之前 我们都应该要跟客户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同时在打针的过程当中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会回诊去做追踪 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都会列入去做一个评估 大概几天回诊呢 大概 像我们如果取完卵之后 我们的三天就会回诊 去帮客户看 有没有过度刺激的一个情形出现 如果有 我们就会根据他的症状去做症状的处理 那我们一定会在事前先跟客户说 去评估你有没有可能会产生这种情形 如果真的在做超音波的过程当中 以及在取卵之前 我们就发现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在使用的药物上就会格外的小心 同时在取完卵之后 我们会给客户做适当的味觉 比如说你如果发生什么样的症状 你要赶快回来 比如说你可能在取完卵之后 为了预防过度刺激的发生 那我们可能在饮食部分一定要注意 盐分要减少 因为吃盐吃太多容易会积水 对 然后蛋白质要高 然后我们要多补充水分 并且说血液变得浓稠 所以做了一个完善的一个 术前的评估 术前的味觉 以及术后的小心 那以目前的技术来讲 过度刺激症候群的发生 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降到1%以下 是 好那如果我们在冷冻卵子之后呢 想要生孩子了 那就要解冻 解冻是不是一定要有婚姻关系才能执行呢 如果已经到了40岁得要怀孕生子的话 可是又没有婚约 在法令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限制呢 以目前台湾的人工生殖法规定说 只要利用这样子一个解冻卵子 只要做到受精 有精子进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一定要有婚姻关系才能够进行 是 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是 单身的女生 你想要利用自己过去 冷冻卵子去做怀孕 但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那可能就必须要到国外去 才能够完成她的心愿 是 那就要把这个冷冻卵子 输出到国外 是 我们讲到解冻卵子 这跟我们一般冰箱里面 冷冻库的东西拿出来退冰 一样吗 应该不太一样吧 它其实也是一个温度改变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的温度改变的幅度 会从零下196度 温温到大概37度 所以它一个蛮急速的一个温度变化 所以它需要比较好的一个技术 所以在我们去建议做冷冻卵子的 场所的选择一定要胜选 是 不是任何的医院都可以进行这样子的业务 这样才能够保障妇女未来的一个权益 所以在退冰 在解冻的过程当中是要非常严谨的 对 要非常严谨 同时这样子的一个卵子 它未来如果要进入到培育成一个胚胎 一定是要做事管婴儿的所谓的显微注射 是 把一只金虫送到一个卵子里面去才能够完成 就没有办法回归到说 万中悬疑让一群的金子大军去找一个 卵子然后去做自己的一个筛选 它在受精部分还是会有些差异 所以这个解冻卵子之后 一定要用人工受孕的方式来做受精的动作 是的 像做事管婴儿 对 人工受精 人工不注射 冻卵受孕的几率到底有多高啊 冷冻卵子它的受孕几率 其实跟新鲜卵子的受孕几率其实差异不大 主要还是回归取决在那个卵子本身被产生的时候的年龄 是高或低 才能够决定它的一个后来的一个受孕率 所以越年轻的卵子像现在有一些女生 可能是因为年龄层比较大 或者是因为一些原因卵巢早衰 她没有办法利用自己的卵子去怀孕 所以她可能会去选择去找捐赠卵子的方法 那像捐赠卵子的这样的一个卵子品质 都是来自于年龄性的一个女生 大概年龄层是多少 年龄层目前来讲 大概都会在34岁以下 是我们比较建议的 那当然就是有的人到国外去 可能找到的一个对象 捐赠的对象就年龄层比较高 那不过就是说看你选择的来源的条件 如果那些年龄层大概规范在20到30岁之前 我们会发现这样子一个捐赠的一个卵子 即便它冷冻了之后再解冻 它能够得到的一个怀孕率 跟新鲜的卵子其实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那冷冻卵子所生育的下一代 跟自然受孕的孩子 健康的情形我相信一定是大家最关心的 有没有差别呢 以目前来讲冷冻卵子生育出来的后代 跟新鲜卵子是没有差异的 他们并不会因为它是冷冻卵子 小孩子会有一些线性的畸形啊 或者有一些缺陷 这个是不会的 各方面都差不多 对 节目最后是不是也对想要冷冻卵子的 妇女朋友您有哪些建议呢 以目前我大概会有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像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 就是年龄的影响 越年轻冷冻卵子它品质越好 相对你需要去冷冻卵子的数量就会越少 第二个就是说一定要胜选 你要去冷冻的中心 要做好事前的资讯跟规划 因为我觉得冷冻卵子其实可以当作是给自己的投资 给自己的礼物 是一个大事情 在做大事情之前一定要好好的规划 而且你要信任你的医生 信任你选的场所 所以你不妨多比三家 你去找一个你完全可以相信 同时在业界跟大家的口碑当中都是好的 这样才能够去确保一个珍贵的卵子 在温度的改变之间能够得到它最好的一个利用率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就是像现在大家都知道 日本已经开始付利率了 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去想 我们的投资的钱应该不再放在银行里了 那不妨就把它投资在自己身上 当然人冻卵子它不会便宜 但是我们去想细细的去做个常人的打算 投资在自己身上是值得的 所以还是会建议 如果说有这样一个发想的女生 不妨就勇敢的去做 好 今天非常谢谢宋子鸟诊所 谢嘉玲医师跟我们谈这么多 有关于冷冻卵子的讯息 非常谢谢谢医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